凌晨一點多 江西男子騎車進入小巷子 但他並沒有馬上回家 在住家外逗留了一陣子 清晨六點多 對門鄰居又外出 發現住家外成了這副模樣 樓梯間全是乾粉滅火器的粉末 由於當地在進行里長補選 被噴滅火器的住戶 又是某位候選人的助選員 因此格外擔心 會不會跟選舉有關係 立刻報案 警方很快找到嫌犯 就是對門鄰居 重回現場 事隔一天 樓梯間還殘留乾粉滅火器 事發就在淡水的屯山裡 去年九一大選 有里長候選人 因為用高粱酒會選 遭法辦 新任當選里長 今年六月離癌過世 這個月初舉辦里長補選 投票錢碰上了 助選員家門口 被噴滅火器 引發關注 相信男子表示 因為心情不好 才拿滅火器噴灑 全案警循之後 一 毀審罪 移送地方檢察署偵辦 男子聲稱與選舉無關 是交往半年的女友提分手 心情鬱陀 才會亂噴滅火器發洩 卻引發了選舉糾紛誤會 兒子失戀闖禍 最後由老爸爸出面 打掃道歉 三訊和夢之哨想 新北報道